2022年7月12日下午的东京街头 安倍葬礼结束后 灵救车已从首相关底国会议事堂 自民党本部大楼门前经过 所最后的告别 这条路线想必安倍生前走过无数次 算是自民党上班族标准的三年一线 物理意义上的 地图上看 日本国会议事堂若为东京有田丁的核心正中央 背面的宽阔大马路 两端正好是首相关底和自民党大楼 首相遇刺 安倍并不是第一人 90年前 日本第29个人首相全养裔 被几个年轻人喊着 乱枪打字在东京首相公余底 62年前 安倍的外公 二战甲级战犯安信介 日本第56人57任首相 在首相关底出席会议 被刺客用刀插中大腿 险些丧命 所以首相关底 虽说比起青瓦台这种凶宅中的大象 还算安全 但也还是挺凶的 今天的日本首相关底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 二丁木三杠一 屏屋顶上有个很明显的 用于跑路的直升机情机屏 地上五层 地下一层 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 玻璃木墙裹身的现代建筑 却因为长方体盒子中 空出了一块中庭 一圈匆匆碎竹 点缀着岩石和流水 属于是现代主义结合的地域特色 建筑四周也布置了不少直线 或者折线式的潜水花园 搭配大量竹井和干净的高墙 在水平和树像上 维合出线性元素的同时 也让这样的景观 承担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护城壳功能 如果站在路边向里头打望 满眼森严的高墙和密不透风的绿纸 像个藏匿在小树林里的秘密基地 此外还能仔细手上几眼的 就是阔绰的平屋顶 伸起来的几段小有层次的屋檐线 锋利地压住了场子 屋檐这么设计是有讲究的 跟玻璃木墙背后看到木格子 试面材料一样 都来自日本丁屋元素的转化 而另一个重要的日本建筑彩蛋 就是它不管是平面布局 还是表皮外地面 统统遵循着日本传统建筑的老地了 左右不对称 很多国家从古到京 观世建筑都讲究对称 试图用绝对的秩序建筑 建立起一种威严 但日本就是很齐巴 对于这种习惯属于是山穷水晋 一屋路 他们最珍视的小有历史的各种神社 大量存在着不对称的布局形式 包括弹簿炫营建筑整体布局 建筑单体 细节延伸 这种美其名曰 追寻自然的建造讲究 经过时间的发酵 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审美偏好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日本的茶室建筑 哪怕是小成了一条缝 出入口窗洞都要专门搞成不对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首相关底 使用跨世纪的建造工程 起建于1999年 落成于2002年 当年那可是整了不少高科技的大伙 配备了先进的办公设施 铺设光栏 作用当时最先进的信息通信设备 煤气水电 设置了双重系统 楼内实现了雨水循环并在利用 屋顶不仅能停直升机 还能太阳能发电 中停上盖 浓身浓缩 不仅结构能抗大地震 甚至能抗核爆 地下层专门配备了防孔防核空机的 危机管理中心 木墙上装的是5厘米厚的防弹玻璃 董王看了想必会感到亲切 建筑的安保系统严丝合缝 就算是首相本人忘了带通行证 照样别想进去 据称整栋建筑设计有一套生态系统 未来的哪天 哪怕是首相关底被封控了 正物也能维持正常运转 不过在2002年投入使用前 首相关底指的是 他今天东南侧的那个两层小洋楼 草原风显著 赖特看了估计要怀疑人生 这座1929年建成的旧首相关底 当年确实常常被误人 维持赖特设计的东京帝国酒店 旧关底的室内 向他富丽堂皇 拥有了一个融合了那会儿 时髦的表现主义风格大礼堂 墙面设计繁复优雅 连带一只弧形天花板 也就是在这里 昭和天皇启行的巨月轰趴 后来接待宴请了不少各国首脑 比如美国总统和英女王 而在建筑内外 能有遇不少祥瑞小动物 像什么餐厅罩壁上 叼青蛙 屋顶眼口立着咪咪自骨 楼梯两头放块猫脸石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 羊羊鼠里N卡的小动物 全部都是旧关底的守护神 只可惜事实上 没有守住安倍外公安心界的大腿 也没有保护住安倍本人 建议他们还是摆点SSR吧 不过首相不再是办公了 倒不是因为世神太拉 而是纯粹的技术原因 毕竟上世纪初盖的房子了 设施日渐陈旧 无法满足现代办公 和世上前沿的政治活动要求 1987年 时任日本首相的钟曾跟康红 终于忍不住了 50年来他第一个提出 要不咱修动新的办公楼吧 直到10年后 小原会三内阁时期 新首相关底的修行计划 和设计方案才正式通过 等到修好能用 首相已经换成小型沉一郎了 而旧的首相关底 成了首相家属楼 它既是完全保留了 但又没完全保留 这套重大2万吨的 草原峰大别影 来了个原址上的整体微搬迁 向南平移了50米 才落到现在的位置 名字从首相关底 换成了首相公底 不过还有个旧的首相家属楼 曾经见证了不少日本首相被刺 数次被传闹鬼 那里则被完全拆了 旧的首相公底 与旧的首相关底 同去俊工于1929年 与走量相连 内部合适 是满足日本首相 日常起居的日本监 1932年 日本首相全仰义 在这里被11名 冲入住所的青年军官枪击 很快1936年爆发了226事件 在这场政变中 日本间的首相公底被毁 时任日本首相钢田起届 差点在这里被干掉 简直是东京小青瓦台 1968年 在时任日本首相 左同仁座的主持下 毁掉的首相公底 才修缮一新 重新启用为日本首相的住所 此后直到2000年左右 被拆除前 历代日本首相 大多都在这里住过 日本战后任期较长的三位首相 左同仁座 中曾康洪 小群淳一郎 均在此度过了5年以上 为此仿间流传着 住公底 是首相偿命的秘诀之说 属于是兄宅和福地的叠加态 这里也遭遇过不少首相的嫌弃 比如像安倍晋塞 暂任期间很长一段时间 都住在东京自己的房子里 2013年 安倍在电视节目里说 住过首相公底的前首相 森喜朗告诉他 在那里头见过没有上身 只有脚的怪物 有点害怕 看来脚这东西只是装饰的事情 上面的大人物确实不懂 更玄乎的是 那位第一个提出 这块地改进计划的 日本首相小人慧三 遭遇了突发性脑溢血 死了 而在安倍认首相时 所住的新首相公底 就是见证了他外公遇刺的 旧首相官底 难怪安倍不敢住这里 但到最后还是没能逃掉 回过头再来看看 新的首相官底的防弹玻璃 还有前区大广场上 枯穿水里囤置的巨石 说是日本传统 实则用来镇守 首相府风水的可能性 还是很高的 从伊藤博文到安倍晋三 日本正要屡屡屡一次 日本国家政治中枢的永田丁 似乎是需要一些 压仓实施的建筑 在这里与煞气 首相官底接对面的 日本国会仪式堂 就有一顿像石墩子一样的 中央塔楼 日本国会仪式堂 竣工于1936年 年龄也不小了 跟旧的首相官底 现首相公底一样 是西方风刮到日本后 输出的初代建筑产品 有网友整理出一些 跟日本国会仪式堂 外形审思的建筑 土耳其伯多勒姆的 摩索拉斯亡灵 澳大利亚墨尔本战争纪念馆 以及差不多 日本国会仪式堂 同一时期建成的 只找了一点点的 美国华盛顿特区殿堂 House of the Temple 洛杉矶市政厅 Los Angeles City Hall 都是对欧洲 古希腊 古罗马的古典主义的致敬 提前出注释和专时崇拜 日本在西方建筑传入以前 压根就没有出现过砖 这种技术 受过木结构体系影响 以及木结构 确实皆是抗震的原因 日本一直都是木构建筑 直到18世纪中期 出于跟西方国家 做军事对抗 才开始用耐火砖建造高炉 并进一步用于军工厂的建造 日本积极拖压入欧 也造成日本建筑 现代化转型的漫长和曲折 就拿当时建造国会仪式堂来说 正体上要见解 欧美时事有众议员 和贵族院议政的议会制 看上去似乎顺利 但一道 这要搞个开会场地的房子了 先不说筹资修建 经济的磨难 光是1910年召开的 国会仪式堂建筑设计的竞赛 会议就炒成了一片 日本传统建筑形式审美价值的建筑师 也正是一通中代 在实际调研了欧亚大陆各地建筑后 提出了建筑进化论 既原先用泥 木 草 构筑的建筑 最后都进化成了石造建筑 同时还亲自动手做了指缘阁 赈灾纪念塔等建筑实践 极大的影响了20世纪 20到30年代的日本建筑建 让外形和技术 全部采用和阳遮中的方式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国会议事堂 刚好就诞生在这个阶段 此后日本现代建筑逐渐进化 越做越有本土的精神 80年代丹下建三 设计的东京都最高行政机关 位于新宿区的建筑 为第三代东京都厅舍 就被称像是一块巨垢石碑 虽然采用了跟巴黎圣母院 相似的横三段 树三段 立面蓝本 细长格子状的外格基底 用的却是一位大阪农民的自建房元素 总之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 看向这座高达263米的超高层市政厅 都会产生一定感到稳重的生理压迫感 今天这些压舱石建筑的密度 确实把东京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不然东京奥运会的新果立经济厂 也不用赖掉渣哈的方案号 让委员物用竹子木头来设计 日本政坛绕不开的国家象征天皇 不管是逝者的灵碑 还是在时的大活人 居所的建筑都为东京 政治经济核心圈的大片绿植所遮影 供奉着明知天皇 和他的招向皇太后灵位的明知神宫 占地70公顷 启用于1920年 挤挨着元素新宿等东京两大商圈 占据了从戴戴木到元素栈之间的黄金地段 当初选址于此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数 是戴戴木预料厂的一块草地 甚至方案开始还遭到了不少攻击和质疑 表示在那个大力发展工业的年代 在大城市建造一个理想中的日本传统神社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因为日本神社林地的常见数种 像日本柳山 日本扁摆 日本冷山等长绿真叶灵 都受不了东京的空气 于是本多静六 本乡高德 上元经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镇守之灵方案 不再以森严壮丽的常律真叶灵为标准 而是按照实习场地的伪度条件和生态环境 改用常律扩越灵为主要树种 遵循灵地的自然掩替规律 这一招在明治神宫获得成功后 也被其他日本神社所采用 如果不是在明治神宫破局 搞不好日本的其他神社 就会死守着过去的种植清单 从这也能看出日本建筑传统的一些特性 明治神宫作为日本特有的宗教建筑中的一例 与日本其他许多神社建筑一样 也是关注外部形式 建筑空间内部极不发达 日本神道教因为世俗化和生活化 形式构造上一般都质朴简单 倾向于自然原始的构筑 就在一世神社 出云大社和筑籍大社 这些受到我国佛教建筑影响之前 建造的神社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明治神宫的建筑 虽然色彩和装饰性构建上比较低调 但在屋顶上还是能看到些大唐遗风的 日本最大的木质鸟居 虽然是窃来的国土上的材料 却遵循了日本传统的做法 木质构建仅使用剥去树皮后 露出的木材本色的材质 不附加过多结构外装式的冷淡审美 也不知道如今某些日本政客 还对着台湾省念念不忘 是不是惦记着那里的木头 看完以上几个日本政治建筑的扛霸子 基本也就理清了日本明治维新后 百余年来拖亚入欧的心态 仰望着西方的先进 但也还是放不下自尊 觉得我能行 带上更危险的道路 我们还是清其言观其行吧